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899集 这里可不同于冬天界那样的地方 即便是虚空潮汐海这样的盗贼组织 战斗起来也没有太多张法 这里是万族战场 可以看出来这些战士的行动之间 都有某种特殊的战争规律 能够调动所有人的礼物 非同效果 嘿 那人族小子看起来气息不打地啊 年龄不大 速度倒挺快 你可得跟紧了啊 否则被后面大军跟上瞬间粉身碎骨 嘿嘿嘿 有狼族战士说的 他们彼此之间身上涌动光月 裹挟在一起前行 速度惊人 只是不能接纳秦臣 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狼族之间 独特的血脉联系而成的战士 十分的神奇 秦臣撒腿狂奔 一边观察后方 一边拿出了几个玉瓶 递给了几个 招呼他的狼族战士 多谢几位好语 一点小小心意 还请收下 诶 这些狼族战士 接过了玉瓶 打开一看 顿时进击 竟然是圣主鸡蛋药 你这人族小子 好阔的手气啊 小子 以后可别在这里 随便拿出来这些宝物啊 这也是换成了大军在 不足 你这样等于是自学死路啊 有狼族战士告解 此话怎讲 秦臣以后 你看我们是妖族 在万族战场上 和你们人族一伙 于是拿出这等宝物 可你不知啊 得亏你是在大军之中拿出来 我等不能贸然动手 因为有执法队的人在此 若是将你斩杀呢 被执法队记录 等于是破坏 人族和妖族之间的联盟 会被判刑的 所以呢 无人动心 可若是在外界 没人看到你身上有这宝物 定然会被盯上呢 傻人夺宝 这在万族战场上 无比荒芜 傻个人 谁知晓啊 知道了吧 秦臣心中一礼 竟然还有这样的说法 接下来 秦臣故意和对方 搞好关系 一边撒腿狂跑 一边交流 一支大军逃窜 一支大军则是狂追 显然 之前发生了一场战争 狼族这一方败了 所以 他们在逃 而获胜的一方 则是在穷追不守 这一逃就是好几天的时间 终于 秦臣远远看到了一片 惊奇招战的大营 轰隆的一下 感知到了大军靠近 那一片大营中 顿时爆发出来了浩荡的气息 一道道可怕的妖族气息 涌动而起 是妖尊 在这大营之中 竟然是有好几尊妖 可怕的妖族之力涌动着 这气息太惊人了 形成可怕的虚影通天 奥立在这大营的上空 如同汪洋一般震慑天地 靠近这一座大营之后 后面的追兵终于是直播 那魔族队伍之中 出现一头头 头声吸管 双翅 割裂虚空 眼瞳星红的 密密麻麻的虫子 盯着此地的大营 停下了脚步 嘿嘿嘿 瓦裂虫族的臭小子们 有种你们继续追啊 狼族的大军也停了下来 重新嚣张起来 一个个对着远处 那些魔旗笼罩下来的 恶心虫子们 嚣张地说 逃跑了这么多天 终于是不用在狼狈而行了 这追击的魔族大军 很快停下了脚步转身离去 狼族大军和大军后方的大营 也没有出动高手 进行追击 而是进行大营休整 走 小子 去我们营长休息一下 虽然你不是我们狼族之人 但是属于同一个联盟吧 别进入我们大营核心区域就行了啊 在这几天中 秦晨也与狼族阵营的一些战士 混了个半数 这些战士们热情地招呼道 拉着秦晨进入大营 经过这些天的交流啊 秦晨也略微地了解到了一番情况 这支狼族军队 隶属于妖族的万妖山脉 是万妖山脉中的狼族军队 当然了 这只是万妖山脉旗下的一支大军而已 而这一片阵营 除了他们狼族一脉之外 还有万族山脉的一些其他处处 联合坐在这里 之前他们交战的 则是魔族麾下的瓦猎虫族 魔族和人族一样 人族联合万族 如妖族等似的 在万族战场 共同针对魔族 但是最为曾经毁灭过的天界的顶级势力 魔族除了自身诸多种族之外 旗下还拉拢了不少顶尖种族 虫族便是其中之一 万妖山脉麾下的这一片联营和虫族中的瓦猎虫族大军戒让 因此经常会为了争夺领地而爆发大战 战争嘛 自然是有胜有负的 而这一回便是狼族大军小富 当然了 狼族最顶级的高层也是没有参与这场战争 只是他们麾下的大将带率军战斗而已 秦晨也了解过星神宫、大禹神山、天宫座等势力的阵营 这些人虽然听说有这么一个势力 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 确实连东西南北也搞不清楚 四大天界很大 可万族战场更大 并且万族战场中有万族势力在争复 为了争夺领地 获取资源 一般大军能驻守一个地方上万年 就已经很不错了 更不用说是妖族和人族虽然是同盟 但是毕竟是两个妖族 在对抗魔族的战争中 万族自然是不甘心为人族服务 而当年在签订万族协议的时候曾经说明 根据各族在对抗魔族时各自的贡献不同 将来的战争成功之后 获得的地位和利益也不同 如此 其他的万族势力自然是十分的主要 希望能够斩杀更多的魔族 获取更多的战功 以便将来能够排在其他种族之间 因此万族都有各自的领域 同时也经常为厮杀而变动 只要是经过个数万年 如果不是十分亲密的势力 那确实不可能知道天公座等人势力究竟是在东西南北 也许万腰山脉的老祖知道 可秦晨能够因为这点小事去向这位老祖打听吗 根本见不到人好 秦晨郁闷得起 他明明是根据混沌独孙给予的一些情报来到了万族战场 可感觉好像是变成了一个傻子 居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因为这些年来万族战场变化太大 混沌独孙给予的情报已经过期很久了 简直是无语 既然如此 就先在这万腰山脉麾下的盐营中待个期 在座囊 秦晨心思一动 做了决定 当务之急 是先解决玉山尊者的麻子 此人一直跟着自己 着实是个魔汉 不除掉难解心头之恨 不过如何去除 秦晨还得从长起 秦晨跟着狼族进入到大营之中 远远地就看到阵营 看到了一座又一座的帐篷 密密麻麻 一眼望不到尽 而有些区域内 有的帐篷中 血气冲消 太苦 足以震慑一方 别看了别看了 那是妖尊区域 普通武者一接近 就得身体军裂 根本承受不了 而且是禁忌 在这战场区域 他们都无需掩饰自身 强者为尊 是吗是他 那狼族高手对着秦晨说 与此同时 秦晨也看到了 有妖族不断而来 陆续地出现鱼卡 这些都是我们万妖山脉的高手 要进入万族战场 历练起身的 小兄弟 之前听你说是来自四大天界的 应该也知道 如今的天界后方 很难突破尊者 只有万族战场才可以啊 我们妖族所在的妖界呢 也一样 战场上嗅到了莫名的东西 改变战局 因此而立下大功 从另外几个人 一起获得了万妖灵池洗礼的机会 直接就突破到了尊者境界 掌管一支大军呢 狼族的人打探了消息之后 十分的嫉妒和郁门 因为这种好事怎么没落在他们的头上 而且不久前还吃了败仗 怕是要受到一些责罚了 这万族战场中啊 经历一万年的战争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机缘了 很多宝物和机缘 一不小心便能得到机遇 秦晨亚语 难道许多高手愿意投笑而来 有信心的人 可以来此魔力自身 而其他人 此刻也能获得丰厚的奖励 那所谓的万妖灵池 是万妖山脉中最顶级的灵池 能激活远古血脉 让妖族凡族 是逆天的机会 只可惜在万妖山脉之中 只有皇族的人 才有机会进入其中 直接蜕变 其他妖族 平素里根本就没这个机会 但是在这万族战场 只要是立下足够的军功 便可以进入其中 自然吸引万妖山脉 无数的妖族高手前来 试图获得这样的机缘 嘿嘿嘿 这一次活下来了 得到了一块远古妖尊的命骨 可以参悟尊者奥义了 兄弟们 我要返乡去了 去追我们那一族的圣女了 享受一段平静的生活了 嘿嘿嘿 等我再次归来 说不定便是尊者了 后悔有期 嘿嘿嘿 有一尊妖族高手 哈哈笑着 从一座传颂大镇上消失 一位狼族战士撇之嘴道 哼 战场上就这样 能够活下来的自然赚得盆满钵满 有命在的话自然能够放纵去享受啊 但是过段时间一定还会回来的 因为上了战场的人不可能真正的洒脱 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已经静不下心来闭关 老死了 谁能甘愿默默无闻的凋谢 谁都想极尽绚烂的死去 清晨情 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人 有许多会选择去花天酒地 这种生活状态还真的是够放纵 不过呀 他也知道 这多半是为了消除生死恐惧感 为了适当的放松 同时 秦晨也有些担忧 万一有天尊出现 一把掌将战场上所有人都拍死 岂不是太远了 想什么呢 各方制衡早有约定 不可能让天尊那样出手 这是约定 一旦天尊都出手了 那便是大决战了 正常情况下 天尊们有天尊们战斗的区域 那是万族战场的核心区域 哪里会是这样编较料的地方 事实上 就是在平日间 天界其他地方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有天尊出事 随意出手 秦晨想说 怎么没有啊 青神宫大禹山山的天尊都想拍死我的 这一群狼族战士很是豪爽 拉着秦晨喝酒 大大咧咧 很是豪迈 来来来来 兄弟 干了干了 一个狼族战士 端着盆子大小的酒杯走了过来 拍着秦晨的肩膀 要不是秦晨肉身粗糙 一般人 骨架早就被拍散了 小兄弟啊 你敢一个人来万腰战场 老哥我还是钦佩你啊 不过 你这么下去也不是招啊 战场上太危险了 听说 你来自人族后方的天界 老哥我给你个建议 离开万族战场 先朝个人族势力加入 进入他们的军队 然后再获取军功 否则你这样啊 很容易没命的 我跟你说啊 没错没错 虽然万族战场也有 独立的独行客 助量甚至还不少 但是那都是非凡任务啊 很多那都是尊者级的 普通圣主 哪里敢就这么闲逛啊 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啊 啊 若是你没有人族顶级势力加入 也可以去一些万族联盟嘛 很多人不愿意跟着大部队 都喜欢尽可能的进入万族联盟 结交好友 哪里看上眼的 便可三五成形 组成小队形式 也会安全许多 比你这样乱闯啊 可是多了 一群狼族老大哥 讨心窝子的话 还是热情 秦晨的 听得心中触动 却是一阵无言 好半天才憋出了几个字 你们这么喝酒 战场上没人管 没有军阀处的人 到处巡视吗 别拿这儿 跟凡人军队做对比啊 你要是能立下功劳 自认为配得上的话 就是去追 一族精灵族 梦神族的天女 都没问题 没人管 当天 这一群狼族战士 都喝了不少 一直喝到了深夜 毕竟打了败仗 一个个心中愤怒 不过呀 他们也很是克制 没有真的醉过去 倒不是怕军阀 而是 在万族战场 这样的地方 真看喝醉的话 那是拿自己的姓名 开玩笑的 能在这里 活下来多年的劳兵 没有几个 真会如此放肆 接下来几天 秦晨打探一些消息 特别是询问 附近魔族阵营的消息 这让这一群狼族战士们 紧张 告诫秦晨 千万别拿自己的小命 开玩笑 去找魔族阵营 获取战功 若是战功那么好获取 他们也不会在这里 苦熬这么多年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